蔡英文21日前往民进党中央登记参加2020党内总统初选 图记者陈明安社 2019年3月21日蔡英文今21日前往民进党中央登记参选2020党内总统初选 对于参选总统 她提出三个条件 而三个条件的答案就是蔡英文 这就是她为什么今天来登记的原因 蔡英文步入民进党八楼智库办公室 也是登记参选的地方 她首先对媒体说百感交集 蔡英文表示 当年民进党败选 由她一间扛起 卸任党主席 当时财务非常困难 所以只能把八楼退租给房东 只成租九十楼 后来大家慢慢募款 民进党财务比较好了 再把现在的八楼成租下来 蔡英文说 当时党改造八楼空间 让这里成为制定民进党未来方向的所在 并让政策会智库进驻 希望集结社会的力量 标籍学者专家共同塑造民进党成为现代政党 也让这里成为政策思考的地方 成为规划国家大政蓝图的重要地方 今天她重回这里 我百感交集 蔡英文随后表示 今天她来这里参加初选登记 有人会说不顾北京的反对 竞选下任总统 但是对她来说 民进党需要我 台湾需要我 因此我愿意再一次承担责任 所以登记初选 蔡英文随后提到做总统的三个条件 第一 台湾外部有来自中国的威胁 更应该要强化和国际的连结 让国际理念相同的国家 跟我方共同捍卫民主价值 与区域的稳定和平 这需要熟悉国际事务 懂得跟其他国家折冲协调的人 第二台湾的内部挑战很多 过去执政者选择拖延 民进党政府选择改革 他希望这些工作 可以持续下去 不要中断 让台湾能够真正脱胎换骨 做领导人要承受很多压力 承受很多攻击 要能够不计毁育 才能带领社会继续前进 第三 总统不只是明星球员 必须是一个好队长 要担起所有责任 要把柴米油盐弹子扛在身上 把全党的力量团结起来 在团结里面相同的社会力量 这三件事的答案 就是蔡英文 所以我来登记 接受挑战 蔡英文登记参选过程 充满自信并面带笑容 一楼则有近百名小英知友会成员 在大门外高喊蔡英文 加油 自信并连态